美国军方内部人事分析 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之前企图武统台湾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进行民调 访问18岁以上的日本民众 高达50%的受访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应该在现行法律范围内 针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做准备 还有41%的民众愿意为了提高日本的应对力进行修法 也就是说高达91%的民众认为台湾有事 日本必须有所应对 不过具体来说该怎么应对中国对台威胁 中国为了武力犯台集结兵力之际 美国很可能派兵到周边地区 而设有多个美军基地的日本 自然是美军的一大据点 目前日本并没有对在日美军进行 储备弹药补给等相关法令 若是要加强日本的应对能力 第一步或许就是制定这些法令 日本执政中的自民党也主张 国家应该保有攻击敌方基地等反击能力 至今民调显示有六成民众表达赞成 反对者则占了三成 而对于自民党主张将国防费用 从GDP的1%增加到2%的提议 也有56%的民众表达赞成 日本执政中的自民党主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前和来访的美国总统拜登 在东京举行高峰会 期间特别强调将提升日本的防御能力 之后出席美制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也提到为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将致力外交和安全保障 被认为是剑指中国 岸田大打抗中牌成功提高支持度 5月份支持率来到66% 创下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最高纪录 欢迎新闻刘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